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凤凰卫视每周台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栏目 我是小市 猴豆疫情近期席检全球 那在美国的大多数周份也相继出现确诊的病例 目前已经累计超过2100例 但是由于无法追踪到所有的传播链 很多的卫生官员相信当前实际的病例数远远不止上报的病例 那么当前猴豆的疫情风险有多高 感染后又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今天我们就为您连线传染病的专科医生王景医生来了解一下 王医生您好 您好 王医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 又出来猴豆疫情让人可以说是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担忧猴豆的出现 猴豆目前现在在美国处于什么的风险级别呢 对目前美国整个猴豆的疫情还属于低风险级别 所以如果你看总体就是累计病例从5月中旬美国第一例报导到现在一共两个月的时间 就拿加州来做加州目前是300多例 然后像我所在做秘书里一共是9例 所以和新冠疫情这个比例来说加州每天新增病例大概7000多例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个直接的对比差 所以它而且主要局限于很小一部分特殊的人群 所以它的流行性风险还是很小的 虽然它的风险很小 但是并不代表说猴豆不会发展成重症甚至导致死亡 这是对的 现在目前在世界上猴豆病毒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从中非来的 一种是西非 它这两种不同的病株有不同的死亡率 美国主要是从西非流行的这个病株 它的死亡率相对低一些 目前的研究是3%到6% 然后在中非的这个病株 它的死亡率是接近10% 那也就是说猴豆的这个致病性 其实并不是特别强 基本上属于自限性疾病 就是自己可以痊愈的 不需要过多的治疗或者是干预 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就是和其他疾病是对比 目前新冠的死亡率 就是目前流行的新冠死亡率 已经下降到了0.4%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如果得上了 还是要重视不要传染 但是目前从美国一些报道病例 大部分都是自限性的 就是还没有达到 就是有明显的死亡病例的报道 是 那说到猴豆病毒 很多人会想起来这个天花病毒 那据我查的资料说猴豆第一次在人类中发现 是5000年前 但天花的存在至少有3000年了 那这两种病毒是属于同一个毒株吗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这两种病毒是一个家族的 他们都是争斗病毒的家族 他们大部分都是人畜共患的这个病毒 是DNA病毒 然后这些病毒就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一种病毒型 在这个家族里面 最有名当然是天花 它的死死率很高 到达就是重症的天花可以到达30% 轻症的天花还是少于10%的死亡率 然后还有除了猴豆 还有马豆 还有骆驼豆等等 就是他们有相似的表现 但是天花的死死率是最高的 然后猴豆我可以说在这个家族里面 是有一定的重症死死率 但是没有像天花那么严重 是 那这个猴豆和天花属于同一个家族 有一些相似之处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可以通过一些相同的经验 或者是方法来对抗猴豆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也是对的 就是在目前治疗到预防 我们都是借用天花病毒的经验 或者天花的治疗的药物 来直接使用到猴豆的治疗上 再加上现在这个跟新冠疫情比起来 科研人员已经对这个猴豆的治疗和预防 有了一定的经验了 所以也可以更好的控制这个疫情的发展 那大家更为关心的问题是 这个猴豆病毒的传播方式 它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呢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目前来说猴豆 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直接的接触 就是这个豆疹 豆疹发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泡疹 然后泡疹有一些液体分泌 那是有非常高度的传染性的 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病毒 然后大部分病人 如果你直接接触这些液体 或者这些液体留存在衣服床单上 它也能持续几天 在这个时间里 它就可能就是通过接触直接感染 这是最有可能的感染方式 然后在目前的报道也有 就是说如果你的病人 在两米的距离以内 就是这和新冠是很相似的 它有可能从通过病人的呼吸 到的这个飞沫来传播 这是第二种最常见的传播方式 第三种就是有悬浮力 就是它像气溶胶一样 这是很少的 但是也的确存在 尤其是因为喉豆病毒 的确也有痘疹在口腔部位 在有一些病人 如果像他有可能产生气溶胶的一些 医疗措施 比如说气管插管 然后或者他做呼吸治疗 产生了这个气溶胶 它就会让这个病毒被悬浮在 这个小的空气颗粒里面 然后在空气中存在 就是比较长的时间 这就是气溶胶传播 但是气溶胶传播是很小的一个几率 它主要发生在你可能产生 气溶胶的特别的时刻 是 这里确实是像王医生强调的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皮肤间的密切接触 或者是和感染者亲肤用品 长时间的物理接触才会有这个传播的风险 这还是和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有很大区别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传播方式会担心说 我出门或者是去超市购物摸卷摸那会不会就是增加了自己这个喉豆传播的风险 其实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这个说的非常正确 目前从全世界就是上万例的研究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通过坐飞机来感染喉豆鼻 是 那哪些人群属于这个高风险人群呢 目前为止在欧美这个流行方式还属于主要是接触 尤其是性接触 因为目前这个喉豆的病人主要集中在就是男性同志 这个有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主要是性接触 就是如果是有就是同性的尤其是男性的同性恋患者 他们是成为一部分比较相对是高风险的人群 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你是医务人员你照顾这些病人 或者是你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你需要去就是处理这些病毒的样题 对 这些人群是高风险人群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他有很大的有免疫意志的就是免疫意志不能低下 这些人群如果他也有比如说还有就是如果他有机会接触这些特别的人群 像男同志的人群的话那些人也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有可能成为一个重症非常重症的病人 那如果有严重皮肤病的人算不算高风险人群呢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严重的皮肤病的病人的确有倾向于更少的免疫功能 因为我们的皮肤人体的皮肤它占据了我们70%的免疫功能 它整个你如果有很多皮肤的就是破损啊 当然你更加容易得到各种各样的病原体感染 但是如果你不直接有机会接触这个喉痘就是目前喉痘 它并不会增加就是这个重症的记忆 是所以说这个病毒是可以进入破损的皮肤 同时穿透这个粘膜 比如说眼睛鼻子嘴巴而造成感染 好那时间关系呢 不妨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我们再来跟王医生聊更多有关猴头疫情的话题 广告后见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凤凰卫视每周台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为您连线的是传染病医生王景医生 王医生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喉痘疫情的高风险人群传播方式 那大家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喉痘的这个感染之后潜伏期有多长 感染了以后多长时间以后会出现一些症状 对喉痘的潜伏期大概是一到两个星期 或者更精确的说是二到十二天 这是更精确的一下 一般在接触以后 比如说接触这些病人分泌物以后 大概在这个一周左右就会出现最初的症状 最常见的就是发烧 然后淋巴结肿大 然后就浑身法力 这就像就像你得了一些感冒就不舒服 然后淋巴结肿大是比较经典的喉痘和区分于其他炮疹 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医生经常需要区分它是可能是其他病毒导致的 比如说单虫抱枕啊还有就是chickenpox 对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的 然后还有一些你要比如说他们也会问怎么和添花区别 这个很常见就是这个淋巴结肿大 在早期的淋巴结尤其是颈部的淋巴结 或者是他接触到的比如说是腹骨钩的淋巴结肿大 这是比较有特征性的早期症状 然后在发烧以后 一般在五天之内发烧开始的五天之内 他就会出现皮疹 最常见的皮疹 经典的喉痘病毒皮疹是从脸部开始的 OK 然后他脸部然后逐渐的向四肢发展 然后从上升然后下行 但是他一般不会涉及我们的躯干部 他主要是在周围性的一个病毒 皮疹 然后这个皮疹本身它有一个发展过程 从一开始的斑丘疹 然后逐渐变成泡疹 然后这个泡疹里面开始是就是氢量的液体 然后变成浑浊的液体像浓泡疹 然后浓泡疹逐渐 它中间会出现一个季状的 就是当中有一个小凹下去 然后这个以后他就开始结痂 然后这个从皮疹出现到结痂的过程 每个人不一样 大概是二到四个星期 他就会全身所有的皮疹都会结痂 然后这些皮疹在发展过程中 如果比如说他先出现在一个地方 他这些皮疹就会非常相似的时期 然后他会涉及手掌和脚掌 这是非常有特征性的皮疹 因为我们大部分皮疹都不会涉及手掌和脚掌 只有非常少数的几种病毒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看到手掌和脚掌出现很深 就是这些泡枕 然后它还是比较深的 就是它坐落的比较深层 然后还疼 就是那个地方会疼 还有四八糟状 对 然后这个就是当中有剂状的凹陷 当然在美国因为很多都是通过性传染病的话 这些皮疹其实可以在就是说 口腔还有 对 口腔和英国 对对对 在这些情况下 因为很多人他不会仔细看 因为这是比较private的area 所以如果有一些病人他可以告诉你 他就觉得那块地方就很burning 就是像或者如果出现在尿道之围 他就有那个稍着脏的感 这时候就如果你是医生 或者是你家人担心的话 你要看一下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泡枕 然后你就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要 最好不要 就不要直接接触 用手接触 要戴上手套 要穿上比较好的隔离情况 是 那感染后一定会出现 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吗 有没有可能是无症状感染呢 有可能 也可以是非常轻症的感染 目前在北美地区出现的感染 其实从目前的报道来说 很多轻症的病例 所以有一些 比如说我就讲到这个 private area的这个感染 很多人因为你不会去很 仔细地检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都可以miss 然后很多皮疹 它可以不见得有泡疹 它只是很小的班丘疹 有些人就是 即使医生有时候都很难分别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主要通过 就是说和它的这个risk factor 就是它有没有接触 这个流行病学的background 是很重要的 你来做这个诊断和高度怀疑的 就是这个cases 那我们如果跟这个新冠的无症状感染者相比而言 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的无症状感染者 依旧是具有传染性的 但是猴豆的传播方式 您刚才说主要是通过亲密的接触 还有就是这个飞沫传播和概率比较低的气溶胶传播 那如果是无症状感染者的话 它比如说没有出现皮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症状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它的这个传染性也是比较低的呢 是的 因为它就像我们所说的 像这些病毒 它主要传播是通过这个液体 就是它这个泡疹里面的液体 它有大量的活病毒在里面 就这一些或者在比如说口腔部 它有一些就是溃疡 它其实就是这些泡破掉了 在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般这些人都有明显痣状 因为那个比较疼 是另外说到这个检测 那我们现在都可以通过哪些测试和诊断 来判别自己是不是真的感染了呢 目前呢 就是说主要的诊断方式 尤其是就是说在市面上诊断的方式 主要是通过RTPCR test 大家都就是其实就是核酸检测 这个和新冠很像 它就是直接通过就是取样这些液体 通过这个探头取样液体和核心冠也很像 就刷一下 但是主要刷在这个就是溃疡啊 好整个表面 然后通过就是PCR test 就能看到这个直接的DNA片段来做出诊断 这个诊断方式 目前主要是通过送检 就是周里的CDC department 还有呢目前最新的Quest Lab和 LabCorp这两家大公司 还有没有Clinic都有Available 还有一个test就是检测它的抗体 IgM或者IgG 但是这个在市面上还没有 核酸实验RTPCR是最精标准 就是它是非常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IgM和IgG还是就是说要发病以后 大概尤其是IgM大概是一到两个星期才会出现 所以在急性的诊断的过程中 这个核酸实验是最有价值的 那我们一旦比如说不幸感染了 是需要看皮肤科医生 像您这样的传染病医生 还是就是一般的PCP家庭医生就可以呢 一般就是大部分病人 首先去接触的就是家庭医生 或者是急诊科的医生 其实是最常见这些病例 像我被refer的就是在医院里面 他们看着这些很独特的炮诊的病人 皮肤科医生也可以 但是皮肤科医生一般看着门诊很难医院 一般要好几个月 所以就直接在急诊和门诊都可以 对 是 那说到这个检测 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预防 目前有针对猴豆的疫苗可以接种吗 有 其实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特别的人群 因为其实在天花病毒 大家都知道是接种牛豆疫苗 对 就是这个牛豆疫苗 其实在1980年之前 在中国是1984年之前 是普遍接种的 所以在目前对于四五十岁以上的 大部分的population 尤其是中国台湾香港 就是这些地方出生的 你在你的手臂上 你都能看到 这里会有一个疤 这个疤痕 就是说其实这个牛豆病毒 就是对付天花 也是对付猴豆的疫苗 所以我们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 都已经在婴儿期 就是儿童期被接种过了 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它也会下降 但是目前认为 就是说在这个疫苗 不是非常available的时候 它还是对人体 有一定保护作用的 在美国目前 一共是有两种疫苗 他们都是活病毒疫苗 其实目前它都是 在国家战略储备局 为了就是生化武器 这方面一直储备的 一个是PAM 2000 这个是飞和牛豆 我们以前接种的牛豆疫苗 特别像 它是活病毒 而且它有传染性 它就是在手臂上滑一下 然后就能产生免疫的效果 这个只要接种一次 滑一次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种比较新的三代疫苗 叫GENIUS 叫GENIUS GENIUS 对不起我 因为没有 没有 对 这个疫苗呢 它是一种注射疫苗 它是活疫苗 但是它没有复制能力 所以就不会激发的传染给家人 因为它是还是牛豆的疫苗 然后它是皮下注射两次 一个月的时间间隔 然后这个疫苗 这两种美国目前的疫苗呢 都是要通过国家战略储备局 才能拿到 所以如果作为医生 如果你碰到这些病例的话 我的建议是马上和CDC联系 然后CDC有专门的 猴豆疫苗的专家 来帮助你 协助你 找到这个疫苗和药物的治疗 因为在目前的医院 还是拿不到的 对 因为现在新闻里 每天也都在说 这个猴豆疫苗的供应 明显是小于这个需求的 特别是在像加州 纽约这样人口比较多的州份 最近这个疫苗 一开放一约 马上就被一抢而空 当然各地的这个卫生局 对于这个接种对象的这个资格 也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像在我们洛杉矶 不是只有这个同性恋 只要是同性恋男性 双性恋男性 或者是这个transgender的人群 就可以接种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 那在洛杉矶的这个民众呢 可以通过解控中心的网站 来查询一下 自己是不是符合接种资格 那当然对于大多数 不是高风险人群的人来说 除了接种疫苗 我们还有哪些方式 可以降低这个喉豆传播的风险呢 对 主要就是通过预防 就像新冠状戴口罩一样 现在目前喉豆 如果主要的传播人群 是通过性接触 所以在就是亲密关系发生的时候 一个就是说要注意戴防护套 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就是尤其对于就是比如说通过网络接触 你马上要建立亲密关系 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所以就是要避免 然后如果你知道有人他有可能会有这种炮枕啊什么的情况 你就不要像如果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 你就是要戴上手套 然后最好的也戴上口罩 当然主要是接触 然后看到这些炮枕一定要小心 然后处理医物的时候 就是贴身的医物 常担也要特别小心 通过这个来减少这个社区的传播 是如果大家最近有发疲诊 会比较担心自己是不是感染喉豆的话 可以直接去咨询自己的这个医生 来这个消除自己的担忧 如果不是属于高风险人群的话 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这个喉豆疫情的传播风险 那今天非常谢谢王医生 为我们介绍喉豆相关的话题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祝你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